好 这礼拜来讲讲Google 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Google跟Microsoft同一天公布财报 那隔天一个涨了3% 一个跌了快10% 基本上就是对于未来AI的梦想有差距 先来讲讲Microsoft的财报 基本上是一个overall的bit 那revenue56.5billion 是比华尔街预期的还高2个billion 那profit每个血液2.99 也是超过预期的2.65块钱 那最重要的是他们的azure 就是他们的云端成长的28% 比之前预期的25%到26%还高了很多 那整个主要包含azure的intelligence cloud 也是营收比预期好了1个billion 所以财报一出来股价就大涨 那再来看看这个也不算大涨3% 那再来看看Google的财报 他们的营收是76.69billion 比华尔街预期好的76billion好 不过好的不多 然后earning per share也是1.55块 比预期的1.46好 但是他们的cloud就低于华尔街的预期一些 cloud revenue是8.4billion 低于预期的8.6billion 那更严重的是上个quarter的增长28% 现在变成了21.8% 所以增长下降了很多 所以财报一出来就大涨10% 那这个Microsoft的 如果是加速在成长 然后公司说 因为AI相关的服务比想象的好 那这个正是现在投资人想听的话 就同时间 Google的cloud反而是slow down 上一季增长28% 现在只剩22% 基本上这就是给投资人讯号是 这个AI的战争 Google现在已经确认输给Microsoft 至少在第一局已经确定输了 而且在增长速度 一个是往上的train 一个是往下的train 那在财报会议的时候 这个Microsoft的CEO Satia就花了几分钟讲各种消费者 使用他们AI产品的数据 然后这个 讲的好像让大家觉得 这个AI的产品 在revenue上是 已经开始带来贡献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走 那Google的CEO就 Sunda就说 Definitely seen a lot of interest in AI 那这跟没有说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当然对AI很有interest 那就是还没有开始收成的意思 只是有兴趣 那因为Microsoft有open AI 所以这也不意外了 就之前大家也知道 我也说过 这个open AI的营收 正在大幅成长 那即使Google的这个营运状况 包含广告的表现回升 比想象中的好 也不能阻挡 因为AI的梦想没能实现 而股价大跌 而且10%其实跌的还蛮多 而且隔天继续跌 事实上 他们的search ads增长11% 跟YouTube ads增长12% 都比上个quarter的4%跟5%强很多 问题就是 现在的投资人 基本上只看梦想 那你也可以说 现在的股价 本来就已经factor in AI的未来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 达到这个AI的预期 就是会大跌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大AI时代 基本上所有的投资人 都在压宝 看大AI时代 谁能dominant AI这个领域 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就是整个AI这个柄非常大 所以有非常好的未来 所以这也可以理解 所有人都在压宝这边 然后愿意付出 比本来还要高的valuation 在买AI的possibility 它的潜力这样子 那说到Google 顺便来讲一下YouTube 那shorts的这季的数据 是每个月有2个billion的 logging users 看YouTubeshorts 这数据跟上一季是一样的 基本上已经没有增长了 对于YouTube整体来说 孙大说广告跟订阅 是solid momentum 引收比去年增长12.5% 不过对短影音来说 即使YouTube强推 还是输给抖音很多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 就是人的习惯 是最难改变的东西 你如果要看短影音 大家就习惯拿出抖音 来刷抖音 并不习惯在YouTube上面看短影音 也不习惯在Facebook上 或者是IG上面看reels 那这就是这些平台 其实都很难引过 新东西的主要原因 比如说Snap出来的时候 Facebook也想要抄Snap 但是也抄不了 也打不是Snap 那Facebook当时出来的时候 Google也想要做Google Plus 想要打死Facebook 也打不是Facebook 那他们其实这些平台 都很难 赢过新出来火热的那些平台 不过他们也不需要赢 因为创作者基本上 在每一个平台 都会放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 如果创作者 做一个东西 在每一个平台上 你都会放 那即使赢不过平台 都需要做这个东西 就是加持 即使YouTube赢不了抖音 他还是需要做Shorts 原因就是他跟人家说 我有这个功能 要让使用者不要有太多流失 直接跑到别的平台去 这样子 那Google这个公司 在这一次的财报 真的给我感觉那种 他就是 Typical的Google 就是一个技术实力坚强 但是总能够把东西 玩输给别人的 这例子非常多 今天就想来讲一些这样子 比如说Waymo 一开始做无人驾驶车 他比别家领先 非常非常多年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大家都认为 Self Driving Car的未来 就是Waymo Dominic 而且Waymo当时的市值 曾经到达200Billion 现在才过不到10年 大家已经认为 特斯拉才是无人驾驶车的未来 而且特斯拉光 Full Self Driving 就已经可以在股东心里值了好几百Billion 这个我上次就讲过了 特斯拉的估值这么高 很大原因是大家认为 Full Self Driving就是未来 现在Waymo的Valuation 只剩下30Billion 就从200Billion到30Billion Waymo的管理层 跟Larry Page 还有Serge是难辞其咎 我觉得Google这个公司 这就是太小心了 他们其实在技术上 已经达到99.9% 他们的技术早就已经可以上路了 但高层就是害怕法规 害怕责任 害怕大众的观感 各种原因的延迟上路 Waymo从一开始到现在 已经烧掉15到20Billion之间的钱 就做无人驾驶车这件事情 烧了这么多钱 到现在都还没有盈利 基本上 即使他们的LIDAR成本 已经是业界最低 硬体的成本还是太高了 就是用LIDAR的车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错误选择 因为这东西永远都没办法降下 合理的成本 让它可以profitable 那一台车你就要花个10万 最少也几万块 这种根本不可能scale 就数字算起来 还是比人在开车还要贵 那你比人开车还要贵 你干嘛不找一个人来开车就好 那营运成本还不只是车子 买车子的本身 还有车子跟硬体本身以外 还要 如果你今天在路上出问题 停在那边呢 需要有人去排除这个状况 要把车开回来这些 那今天因为不是专讲 sale driving 就先讲到这里 就不要扯太远 这是Waymo 那再比如说Google的glass Google的眼镜 Google从2013年就开始出了 他们的Google Glass 那后来就不了了之的 主要是没有keeler app 然后功能也不够 设计也有一些问题 当时他们其实想要走高端路线 跟时尚扯在一起 不过Google有一项死穴 就是他们的做的设计 真的是不行 包含你现在去看它的手机 Pixel的手机 其实功能跟iPhone是不像上下 但是就是设计做的真的是有点丑这样子 那其实相关的东西并不是做不了 就是Google Glass这东西 它其实是当时掌握了一个现金 因为这东西确实现在证明了 比如说Oculus 就是现在Meta做的Quest 跟Apple都做了所谓的VR AR的头盔 那这个其实现在看起来 Oculus是一个未来 那Google就是经常在第一步 找到正确的未来方向 但是走错路 就是它知道这个是未来 可是走错方向 这样子 那执迷不悟 有没有办法转向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东西做错就有两个选择 都可以嘛 一个是坚持改进把它做对 另一个是发现方向不正确 转向走到正确的道路 那Google经常就是两个都没有 就是经常在那边悠哉了一阵子 最后选择放弃 那就放弃了很好的先机 另一个例子是Google Plus 当时Facebook出来的时候 加上那个年代 2013年2012年还有推特 Google超有危机感的 就动员整个公司要做Google Plus 那当时我也是很热血的使用者 因为我其实一路以来 都是Google的始终支持者 一直到最近才真的放弃 因为我觉得Google真的太废了 就是你没法支持 真的很烂的东西 那当时我也是热血支持者 也很认真的帮他用Google Plus 那其实做的就真的是不好用 也没有人用 就真的没有意义 现在的AI也可能会一样 你要知道 AI曾经是Google完全的dominate 从Deepmind开始 就收集了全世界最强的AI人才 你知道当年为什么会有open AI 就是因为伊朗马斯觉得 世界上所有的高手 所有的AI高手都在Google那边 然后他对Larry Page 对AI的想法有意见 才提议创一个open source的AI的 这故事你看马斯克传 马斯克传就有 伊朗马斯以前其实是 Larry Page很好的朋友 每次伊朗马斯回到湾区 他没有地方住 都会打个电话给Larry Page说 我能不能去你家睡沙发 我也曾经听过Larry Page 以前在谈finanthropy 就是谈慈善的时候 因为那个年代 Bill Gates跟Warren Buffett 都很支持做慈善 Larry Page就是不做慈善 我曾经听到别人访问他 问Larry Page说 为什么你不做慈善 Larry Page就说 做慈善没有效率 你做慈善不如把钱给伊朗马斯克 所以伊朗马斯跟Larry Page 曾经是好到这种程度的好朋友 但是伊朗马斯一直认为 做AI过度的发展 对人类是有危险 Larry Page一直觉得 这不是一个问题 甚至说伊朗马斯是一个 species 就是他是一个物种歧视者 Larry Page认为 伊朗马斯把人类的意识 放在机器的意识前面 是一种歧视的行为 那伊朗马斯当然就非常不同意 就Well yes I guess I'm a species 所以后来才有 Open AI这个东西 就开始挖角Google的人才 一旦他开始挖角Google的人才 Larry Page就不跟伊朗马斯好了 以前Uber也是一样 Uber一开始有一段时间 也一直挖角Google的人才 Larry Page就对Travel非常不爽了 那现在结果现在到现在 这个Open AI已经比Google的AI还强了 你知道当时有Open AI就是因为 Google太强了 所以放的一个Open AI 就现在Open AI还把Google AI打爆 打爆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是AI 如果Google再失败 真的是会比以前的那些失败 都有更大的生存危机 因为AI是会颠覆设取的一个东西 就是以前那些Google Plus 是不成功 反正也对它的设取没有影响 那Waymo没有成功 那就是没有赚很多钱而已 不会动摇它的本来的股本 这次的AI如果Google再失败 你知道Google的 已经说有60%都是从设取来的 如果这边受到动摇 Google这个公司 会不会还像现在这么赚钱 真的是很难说 所以其实现在Google应该是在一个 很严重的战争状态才对了 他们的Bard需要可以跟ChatGBT竞争 但这个公司又太大 比如说他们要Coding 又非常困难 比如说Bard的组 有很多东西没法控制 不是他完全可以掌握的 比如说核心的LLM是在Gemini组 那他要把LLM做成 Generative AI Features 又要透过Google Cloud的资源 那Google有一个叫做Duate AI 是类似Microsoft Office 365的组 会使用这些LLM 那所以Google Cloud也要进来支援 那最后的结果要Render出来 又是Search组要来呈现 这个最后的结果 所以一个产品分散在各种不同的组 那每个组又在不同的Business Unit 这种事情 Google真的是很不擅长 他这个公司的整合能力 整合能力是蛮弱的 那我觉得主因就是高层 太多的权力斗争了 那其实你知道权力斗争这种事情 只要公司大到处都有 这不是Google独有的现象 但是你要战胜权力斗争 需要一个很强力的领导 那举极端的例子 Elamath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他是一个超强力的领导 所以他要整合各部门 有什么priority跟决定 他上面直接可以决定 下面你都不用斗争了 我说了算 所以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因为他这太 就是太 太专政独权了 那但是你就是需要有一个 很强力的领导 你才能够搞定上面高层的一大堆权力斗争 那Google现在状况就是 你知道领导要收集足够的资讯 那做快速的决定 并且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Google这个问题 Google这个公司的问题就是 他的资讯太多太杂乱 他下面有一大堆的组 老板自己又优柔寡断 也没有完全的掌权 那所有人也都害怕责任 那Google的CEO 其实这算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人 然后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坦白说 这个孙大自己都没有掌握好他的权力 他曾经媒体都报道过 他曾经抱怨很多事情 其实他想推 可是却做不到 比如说Deepmind的头 Deepmind的老板就不太听孙大的 因为他其实对Deepmind的头来说 Larry Page才是终极的老板 所以这个Larry Page才是终极老板 却又不是CEO这件事情 对Google是一个很重伤的事情 因为孙大怎么说 他也是一个打工仔而已 他并没有很多Google的股票 那很多决定最后都还是要上到 Larry Page那边去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控制 这跟微软是一个很大的对比 比如说微软CEO Satia就对于他就能够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能力 或者是怎么样的人 但是他就是 somehow能够整合 内部的力量来专注做OpenAI 他们知道OpenAI是他们的未来 就全力每一个组 各种不同的资源分配 都会去针对这个东西去整合 其实最终我觉得在我的opinion 就是Larry Page的问题 因为孙大也是他选的 2015年孙大当Google CEO的时候 Larry Page自己也是自己在管Alphabet 包含Waymo、DeepMai 这些产品都他自己管的 孙大其实当时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他在选他Larry Page的后继人的时候 孙大就是一个最乖的manager 也不太愿意take a risk 所以Google这个公司的文化 就变成是一个这个样子 那我自己当然是 虽然讲了很多Google的坏话 但是我自己希望Google增弃一点 我是支持Google 希望他可以振作起来的 因为Google绝对是 矽谷代表性的公司 就现在矽谷有很多的文化 或者是熟悉一点 说收入上的问题 都是建构在Google上面形成的 就是Google带给矽谷的改变是巨大的 那这一次这场AI的战争会非常重要 因为看起来现在虽然有 Google有落后的事实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hopeful 因为要看AI这个东西 是不是少数那种技术 其实很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像设计其实就是 就是技术真的比设计 或产品还重要的东西 那Google最终还是可以赢的 因为技术还是Google的强项 那即使各种文化 或者政治问题存在 如果技术领先很多 这个产品就能够赢 那Google就还可以 所以现在就不知道AI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这样